你好,中美爭霸 出街海日呢,2月21日 我會早上放出街,我錄的時候應該就是 前一天的晚上 當然,2月20日 有人聽到的新聞就是那班飛機 回來香港,那個包機 就是在鑽石公水號那裡 有時候我會想,我罵政府會不會罵錯呢 因為其實我記得 19號 他說19號可以上飛機,最後變成20號凌晨去飛 20號的晚上 3點還是4點 他才上飛機 美國那班飛機應該是17、18號已經離開了 但是 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可能大家都 都明白的 日本可能是最初比較挖強的 可能他覺得 他管理到這件事 我說疫情也是免費替大家做節目的 因為YouTube的文字獄政策 就是說 你提這個 新型肺炎 就算我標題不寫 他可能都是盯著我的 他看到我 哎呀 他不知道什麼政策 在香港 遇到一個危難的時候 不准說香港的危難 然後有網友叫我去說 要參加YouTube Premium 收你們的會費 如果我這樣做 我就直接放棄 我預計 一萬幾千人聽我 我想五萬 有五六萬人 真的我 你們會主動來找我的節目聽 然後有八九十萬 還有其他五萬個外的人 可能他們就是 看看這套片會不會旺 撞到來就看 人家YouTube限流的 怎麼會過來看我呢 忘記了 何志剛 是這樣的 我亦都預計了將來 YouTube限我流 各樣東西 有它 但是我現在做這個節目 一定沒有錢賺 我講疫情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 香港在危難裡面 不准說香港的危難 沒有錢賺就罷了 那我不需要發脾氣 講中美爭霸 但是你說這個 日本這艘船的問題 是 你罵香港政府 為什麼後知後覺 是不是真的後知後覺 我們其實呢 現在好像日本政府 本身就是 你要派個包機 去接人家 去接人家 日本政府 是有權 不讓那包機 去日本 你說來就來嗎 你明白嗎 他不批就來不了 所以 其實 你說是不是政府 後知後覺 那我們一向都說 日本是美國殖民地 當 美國的班機 不是第一架 去接了去的國民 其他國家都很難來的 所以 我在這件事裏面 我曾經質疑過 特區政府慢 我都會 但我不會說 這麼快說sorry先 但是真是要 真是 要再質疑 會不會日本政府 處理得差呢 又或者日本政府 要看美國老頭 他們不斷 管來他們的船 不行 美國人都還沒撤橋 他們不敢 被其他國家撤橋 美國人遲遲都不撤橋 那大家一起等 可能是這樣 又說我講陰謀論 攻擊美國政府 又說我騷擾美國 是嗎 沒有啦 我又是沒有錢賺的 但是呢 很奇怪的嘛 是美國隔離 早兩三天 已經去接人了 香港就要慢慢等 還要等到19號 完整檢疫期 然後呢 左膽又等到20號的凌晨 才能起飛機 那當然這件事 真是炒大鑊啦 大哥 如果這一節就講疫情 就是說呢 日本的處理 日本的處理 真是嚇死你的 香港那些 回到來呢 香港呢 又14天隔離 因為那艘船變了疫船 大哥 你聽到也嚇死人的嘛 我不是說 踩你日本 但是 你事實上是得人害怕 因為你現在呢 原來我查過呢 就是我看大公報而已 就說船裡面呢 有1,285個人 是日本人 即是3,300人裡面呢 有1,285人是日本人 接著呢 1月19號呢 他們隔離原北 原來那一千多人 在一隻疫 已經成為疫區的船裡面 住了14天 有六百多人出事的時候呢 他們那千多人裡面呢 沒有船裡的呢 全部可以回家 走回到社區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看得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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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政府官員呢 穿了一些防護衣 就去幫那些 有 就是那些武士可以上包機的人 但是呢 真的要很多的防護裝備 那也都應該 中了很麻煩 又惹下去政府 那裡 就整個公務員倒閉了 那不行的 我覺得 你不可以說 好像當年那樣 喂 你啊 董太 穿了那件衣服 那你們就說 董太怕死 又說嚇死 那樣 這些是傳媒催毛求疵 而已 沙士是死得人的 沙士是整死老人家的 董太身體好不好 你怎麼知道呢 2003年 就是要替董太穿新化衣 見老人家 這件事要真是 喂 那裡是淘大 或者牛頭各下村的 他走去見 那裡那些居民 他怕有菌 而他的身體 不算太好 你知道沙士殺的那些人 299個 很多個都是長期病患和老人家的 當然也有年輕小子 中了都是死的 這個病呢 主要是殺老人家 就是事實 還有那些長期病患 但是當年董太穿那件衣服 那些傳媒就惡意笑他 要平反 那這次 你會不會罵 香港的公務員 去避免那些人 去避免那些人 去保安局 又派了一個副局長 就是去 幫 醫班的 在鑄石公水號 下船的香港人 去穿新化衣 或者是防護衣 你不會笑他的 因為傳染性高 這個病 但是日本那些職員 戴過口罩 去幫我 幫我下船的香港人 做登記手續 我真的覺得 日本那些是怎樣的呢 現在這樣說 日本 就是很中國的術語 你是佛系抗疫 佛系 佛組的佛 系就是系統的系 佛系抗 就是很有佛的味道 我們不強求 我們隨緣 就是 那千多 不知道是不是 那千二人裡面 可能有一二百個中了 我不 exactly 因為 現在有六百幾個個個案 在船裡面中了 我不知道那六百人裡面的分佈 有幾多個是日本人 那可以回家的可能是過千人 但是那過千人是回家的 是不是 香港那些 在船裡面撤離的人 是去 是去火炭 進明村去隔離 那你日本做什麼的呢 你明不明 現在日本 是中了七百二十五個個案 有六百幾個 我相信 在社區裡面 有五六 我想已經有七八十人是中了的 現在有千幾個新力軍 走回到社區 那其實他們沒有任何限制 那 為什麼日本政府 看到有一二百個人中了 為什麼你不拆開它呢 比如說你三千幾人裡面 一千二百八十五 就是近一千三個人 是日本人 你可以拔走那一千三人 不要 在船裡隔離 為什麼就隨便勾在船裡就算呢 那一千三人是你自己的國民來的 你的國家還有很多 香港也有些度假區 是不是你們資本主義的制度 比香港還差呢 香港就有些 只有幾個物理之夫人度假村也好 幾個都好 幾個都好過沒有 是不是 就是 我有些事情 我有些事情 承認 香港的公務員系統 做不到大陸這樣 大陸那樣東西 那個叫方艙醫院 可能在香港的術語 我就叫做臨時醫院 原來是有一定的法度 結構的 是一個軍事系統來的 原來是方艙醫院 是解放軍發明 如果打仗的時候 就在前線搭一個鬥 螢幕也好 一個牆也好 就變了醫院 是有一定的格式和技術的 香港想學這套 對不起 香港沒有軍隊 香港也沒有人懂得搞這些臨時醫院 你說不如會展搞過 對 紅磡體育館搞過 搞不到的 那個是一個 共產社會主義 制度下的 一個軍事的產物 美國 能不能設置到 可以這樣上戰場 去处理这个 突然间开十几二十个大的荒仓医院 就是这些临时医院 那就起到了 接着整了差不多一万个场位 那就扔人进去了 我做节目这一刻 他说喂 他本来听二三千个新增确诊 一天 现在压到 不够四百 三百四十九 这些是一个军事能力 原来 但是日本原来没有这个能力 他不知道怎么样 将他那一千二人 在一个已经可能变成疫区的 那一只船里面撤离 那那一千二人就在船上吐 接着两个两件死掉了 当然是八十几岁的 接着三千二人 就想想 那一只船是多么恐怖 所以你看到电视 你觉得很惨 有个庄小姐 在一只船上 她没有出过房门 也在宽 一旁就躲进房子 死都不走 那你放些食物在门口 他们就去闪群了 冷了都吃了 每天都吃了 但是船公司是沒有服務的 日本的處理方法當然是很差的 如果你那艘船 你做得好一點的 你自己的國民先不要在船上做隔離 你拔走它 你自己日本人有特別的照顧好一點 有些香港人 去了日本的醫院沒有人管的 日本人說得很強大 很厲害 香港是低文明 學陶傑說 但是現在我發覺 我只是說真話 或者我自己的主觀判斷 可能這個就騷擾了日本人 或者 如果Youtube就是這樣 你罵人就是騷擾 他對聽就騷擾 不對聽 你對聽就不是騷擾 你對聽就是言論自由 你對聽就騷擾 但是我覺得日本 有些香港人都說進了醫院沒有人管 然後他爸爸說沒有人管 只剩下他老婆 就單丁在船上 然後又說他 親密接觸者就在船上 我覺得香港政府 如果他老公中了 他很大機會中 你就接他回來 等他去香港中 如果不是那個 那位太太 可能都是七十多歲 年紀大 六七十歲 他現在沒有發 但如果他中了 在日本勾死了 你的政治賃不大 李家超 你真的想想 我覺得 中了那些 日本說不讓他走 你不要走 要弄髒的飛機 這樣 日本去有安全考慮 是不是 沒有中 那接觸者 你都要讓他回來 成於香港多一隻Case 即是你日本 現在 我對日本的醫療結構 沒有信任 不是陶傑說的什麼高文明 高什麼春野文明 啊 粗口了 對不起 但是你現在 日本這個疫情的處理 就是 喂 你自己那一千多個 一千二百八五個國民 你應該 一開始檢疫期 頭一兩天 你就應該讓他下船 安排去另一個地方 分開隔離 那你的疫情呢 就會爆發的程度 沒有那麼嚴重 我認為 跟著 整隻船 一定要關掉中央冷氣系統 那跟著關掉中央冷氣系統 那跟著關掉中央冷氣系統 即是沒有槍那些 全部都不可以在船裡隔離 你又找地方分開隔離 然後剩下那些 不是日本的人 在有槍的 在房間 那他們就是隔離 但是日本好像不懂得怎麼處理 或者隨便在船上吐一下阿孫 喂 其實那些是人命來的 你日本人 為什麼 所謂的陶傑港的高文明 為什麼可以這麼失敗 是比大陸失敗那麼多 當然 我說久一點不怕 大陸 你可以說是封城之後的處理 是十分之好 這個是無可否認的 我不覺得應該去 污衊的 因為 去到1月23號 或者1月20號 鍾南三一錘定音 那我是 習近平啊 或者是高的領導 喂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等你判斷 但是鍾南三一錘定音 人傳人肯定的了 20號 現在呢 麻煩了 這樣 習近平呢 就用了很短的時間 是吧 但是大約三天左右的時間 就決定封城 23號 雷利封閒 封城 封散 說真的那句 如果 我 習近平 你找我做政治領導啊 喂 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些專家呢 那些專家呢 早期呢 判斷有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 那些專家呢 那些專家呢 早期呢 判斷有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 譬如說 1月15號呢 香港有一個專家叫管日 他在大陸 或者對著大公報說 疫情已控 民眾可安心過年 然後呢 管日呢 他在大陸發佈這樣的訊息之後呢 他回來香港說180度 相反的事情 我忘記了管日是港大還是中大的醫生 可能是一個大陸人也好 但是拿了香港身份證 管日 回到香港就說 嘩 他說比SARS厲害 十倍起跳 那為什麼他在大陸 就說 1月15號說疫情可控呢 隔兩三天就說 嘩 好恐怖 1月15號 喏 中國的官方 他就說 不排除有限人傳人 那當然啦 定義有限人傳人 現在都算有限人傳人 那是不是這麼多個超級大感謝呢 可能 不是這麼多而已 但是 呃 是有人傳人的 但是呢 他正在用著的術語是不排除 那當然 會對疫情 管日說的話 還有 武漢那邊的地方的衛生那邊 1月15號很明顯失誤啦 是不是啊 12月30號 李文亮 是說 喂 當然 當然是人傳人啦 不過 他用 他用了一個錯的Dinosaur 這個是新SARS 就糟糕了 就馬上被武漢的人拘捕他 某個程度上 我們覺得 李文亮是英雄來的 因為鍾南三 confirm他是英雄 武漢當局做得不好 武漢當局做得不好 那就是我作為一個 KOL 那我當然 像你所說的 我是擁共的啦 我是藍的啦 我是支持共產黨的啦 我接受共產主義的 或者社會主義的啦 是不是 但是我仍然都是要說 湖北 地方當局是做得不好的 就是他 李文亮說 喂 真是傳染嘛 他看到那些人傳染嘛 真的 他是 他不是那麼專業 因為他是眼科 現在呢 他頂 但是他頂的時候 他看到是人傳人嘛 為什麼他李文亮 說完這句話之後 隔了 李文亮是說肯定人傳人的嘛 你為什麼1月15日還說不排除呢 那武漢就炒了人了 但是 我可以說一句 這次疫情的裏面 地方政府呢 武漢也好 或者是 湖北也好 那個省 可能在這個處理疫情裏面 事實上太過 那個 輕挑 是不是 他如果是謹慎的 喂 你怎麼知道 他說是新沙士 可能真的是新沙士呢 如果 李文亮是說 是說 是沙士 那那個真的不是沙士呢 又說他的造謠也不是錯的 不過 他判斷是人傳人呢 是對的嘛 那些人傳人 都是會被人傳人 你就是一尾 壓著 不停地研究 研究 研究 那如果是 如果人傳人是真的 那時候人傳人是真的 那時候人傳人是真的 你就要說 不明來你的病可以人傳人 大家開始小心了 就是 開始要有一些警告了嘛 那但是可能 各样什么原因都好 或者反过来感受 喂喂 没那么大祸 如果那个病不是那么大祸 我去说到那么大祸 到时候那些人又骂我 那他选择了那么容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幸 你当然你说 共产主义的体制失败 那是不是 但是在西方社会 就会OK 在印度 你知道一年是有无穷无尽 那么多这些病 他们佛系处理好像日本那样 到真的死很多人的时候 才管 喂好像伊朗那样 要不就没案子 一来就两个死了 说真的一句 我对 今次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肺炎 如果我说一个人种基因武器 看来就不是 因为伊朗的人都中 日本的人都中 都死 南韩的人都死 所以不再限定是华裔 但是这件事 的而且 如果用阴谋论来说 阴谋论一向的方向 就是谁得益 就是谁做的 如果是阴谋的话 美国的国库债券 和美元的升值 就比较明显 不过呢 我当然是确认不了 是吧 不过呢 如果他有个实验室 有一件事是见人杀的 如果我说美国 不过呢 他扔了出来 总之 保住 美元不崩溃先 不是啊 先说这么多 我们说吧